位在新北市汐止區的武東山慈聖宮 因為聽聞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對鄉里大小市非常熱心服務又好 特地將一千斤的中原普渡拜拜百米 透過楊秀玉的媒合以及協助 轉贈給七堵區百福國中 作為8月30號開學後 包括百福國中 滑心國小以及藏心國小 三所國中小師生們的營養午餐使用 就是我們的武東山慈聖堂 那捐贈了一千斤的米 那我特別代表這個就是武東山捐贈一千米 就是贈送到我們這個百福國中 那因為我們百福國中這邊有一個 就是中央廚房嘛 那我們就是造福我們這個 七堵在地的一些學子 讓他們營養午餐能夠提供給他們 那今天剛好很巧 又是這個母娘的這個聖誕千秋 那我相信這個我們的母娘會保佑大家平安健康順利 一千斤的白米由百福國中校長陳思斌代表收下 也感謝來自社會的愛心 因為百福國中的中央廚房製作的師生營養午餐 供應百福國中長新國小以及華新國小三所學校 大約一千一百位師生們使用 一千斤的白米大約十天就會用完 使用量非常大 非常感謝我們那個市議會副議長 楊秀玉楊副議長 再一次的那個轉正給我們這一千斤的這個白米 尤其在每一年我們學校最需要的時候 就讓我們的師生再次感受到來自社會的這個善行 那公務部門的預算其實有限 所以說有這批白米呢 不僅可以讓我們學生吃得更飽 那我們有多餘的預算也可以轉為 說可以做更多的午餐設備的修善 所以真的是我們每一年都會利用 這種相關的集會跟學生宣導 有朝一日希望我們學生也能夠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然後大家都彼此感受到這個良善的風氣 楊秀玉也非常感謝武東山慈聖宮轉正百米的愛心 造福新興學子們 記者吳俊松 基東報導